各位好,今天5月11号,我是5月30,吃着了吗您的 今天啊,咱真得聊点吃的话题 这两天呢,如果您关心时事的话 您会看到啊,在国内很多地方呢 它开始用那个,就那种类似于联合收割机那种玩意儿 就把那些那个还没有真正产粮食的 就是比如水稻吧,长这么高 那个碎子还没有真正拔呢 就整个呢,就把这个都给收割了 收割完了呢,剁成一小截小截了 就给他,都给他搁在那个车上要拉走了 然后大家就是说,说这是干嘛 对吧,说这难道又是什么政策 或者是不让,因为疫情不让下地什么的 这个您确实是冤枉这个我们政府了 这个我们政府呢,也没傻逼到那个程度 也不太好说啊 这个我们再讨论,我们再讨论 那为什么干这活呢 它其实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说呢,这个东西是那个清储饲料 就是全猪的清储饲料 就是整个植株给你拿下来 然后呢,给它堆在那儿 然后呢,喂给这个牛羊啊 甚至于猪啊什么都要吃 这个用的是这个作用 那为什么可能别人就可能您会问 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弄掉了 那原来都不是干这个用的 实际上而言呢,是这样啊 这段时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饲料的进口出了大问题了 因为你看世界第一大港是上海港 对吧,像现在基本上是封的 几个那些其他的港口也封了很多 现在的来讲,我们的那些那个饲料啊 饲料用的这个这个原材料 进口呢,就是已经不畅了 物流也不畅 那怎么办呢 那肯定就要用这种方式呢 来补充这个缺口的份额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我跟大家一直说过这件事情 中国不是真正能够说粮食自给自足的 您他所谓的说 您可能觉得说中国是一个产粮大国呀 农民产品的大国呀 我们什么都产得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吃上的这些东西 包括像国内的亲友们能吃上这些 不论是肉、蛋、奶 还有包括您的其他副食品 那些东西是用那个 是用进口来填补的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做那牛羊 您得吃什么 您得除了一般的城里人 他老觉得哎呀吃点草啊 或者加点其他东西 就能够有不是这么回事 那种自然而然这种这么生产的 这种牛羊肉之类的啊 那个供不上 供不上的是市场上这么 您这很吃 那绝对没可能的 如果是那种情况 那个肉您也吃不起 好多现在国内那些 所谓的生态饲养啊 包括这些东西的那些 甭管是鸡、鸭、鹅 还有这个猪、牛、羊 那些东西 那个价格 我虽然现在不在国内 但是我依然知道 那边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你不是一般家庭能够吃得起的 您比如说那个生态黑猪 那个多少钱一斤啊 您自己算了 跟日本这块的价格差不多了 但是您要理解 在日本这块 日本的平均收入 是至少是中国大城市的 比如说北京上海的 至少三一倍吧 至少它是一倍以上吧 那其他的省份 那城市 它基本上而言 日本这块的收入呢 是中国的三到四倍 那如果你是同样价格的 这个猪肉 您觉得您吃得起吗 很多人是吃不起 当然您看我节目的人 在国内的朋友 您有可能吃得起 但是很多人就吃不起肉了 所以呢 这些饲料什么的 大量的这种饲料要用上 然后才能提高产肉率 但是我们能生产这些东西吗 我们生产不了 我们的大豆80% 是要进口的 我们的饲料80%是要进口的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饲料啊 大概就是大豆啊 别说饲料 就是大豆 我们就进口了1亿吨 去年呢 稍微有所降低 降低到了多少呢 9652万吨 你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量的 都是这么给它进口来的 这大豆 那这个大豆的一吨 就是1000公斤呢 可以产生啊 780公斤的这个豆粕 这个豆粕干嘛用呢 大量的都被用到饲料上 就是喂牛啊 喂羊啊 喂猪啊 他们这些东西给它搁在那 让它吃 它才能快地长肉 这个它因为是高碳白嘛 对吧 它能够吸收 那为现实际上来讲 就我们我们所现在吃这些东西 您如果说我强调过好多次 我们没有办法按现有的生活水平 让我们的农业生产能够自给自足 我们必须要进口大量的东西 就是说那天有一个笑话嘛 就是胡锡进老师 我答应不太说胡锡进老师了 但是引用胡锡进老师说一句话嘛 就是说胡锡进老师说呢 把美国弄成一个农业国 美国本身就是农业国 那美国人他妈的那个是全世界 你老说谁谁是哪哪有粮仓 真正说世界粮仓之一 那是美国 那您可能没看到 前两天我跟这边人 我在推套上说 说那个说有一个这块一个女孩子 说在这边种九亩地 然后带俩娃 哎呦挺开心的 人过着 一堆的国内的一帮小产兵们就过来说 说这个 说九亩地 这怎么怎么种得了 一个女人还带孩子 她如果去美国不得吓死 我是去美国 那边开中西部开车呀 什么的 我都看过的 那个东西 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呀 那个那哪有人去干的 全是机械人干 机械去干 然后呢 什么飞机撒药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你一个人种九亩 一个人种九百亩都不当回事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这一点 还是天天拿着 拿着份叉子 捡份 打算种 打算种菜呢 不是那么为事的 人家早都机械化了 所以就是说 美国是真正的农业国 那它是世界粮仓之一 那原来有段时间 我们跟那个美国打贸易战 我们那个大豆 就是必须美国大豆要转口巴西 才能够进到中国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吧 就是因为跟美国打贸易战 那美国大豆不当进了 或者价格特别高 然后呢 惩罚性关税 然后直接转口到巴西 转一圈 中间人多收点钱 然后再进到中国来 跟澳大利亚那铁矿是一样的 煤炭铁矿是一样的 都干了这 都干了这种傻逼事了 然后呢 那我们这块的肉 哗就上去了 这回其实是一样 也是这样 它但是呢 没有贸易战 没有多少贸易战的因素 而是因为整体跟疫情有关 疫情有关的时候呢 它没有办法进来 就只能够说是呢 用这种模式 做清楚资料 然后呢 保证这个出售率 有资料出售率 这个才是 才是他们要干的事情 而且呢 是一直以来呀 这个不能说 那个国家没有想着 我们政府 包括我们圣上 我们是 我们圣上啊 是毕竟是 在那个农村待过的 对于粮食这件事 你看我们圣上 到哪都掀上锅盖 为什么呀 质朴啊 这个他就想着 你能吃上东西嘛 对不对 哗一掀锅盖 他呢 明白这个道理 多少明白一点这个道理啊 多少明白一点这个道理 就是说呢 你这个得吃东西 我们的这个粮食安全要保证 可是呢 我们保证不了 我们是因为不太可能能够说整体这么供应的 就是说 如果是 我老强调 我们主粮有可能是安全的 那就是说 每个人有多少斤粮食 这个粮食是 你只能吃白饭的粮食 你白饭呢 这个馒头啊 这个 包括你馅 馅饼都不行 对吧 馅饼都要拐零吃 这个 当然不是开玩笑了 就是说 你吃的这些主粮 有可能是安全的 但是呢 其他的副食品 你必须得进口 这个没有办法 那 那你不光是进口这个 重点是根源上你的进口 包括你像猪 对吧 你的猪肉 你以为真 真的是中国这个用的是自己养的猪 不对 中国的猪早就已经被淘 很多都被淘汰掉了 现在那些猪 这个原来我在四川开过腊肉厂子 这个咱 这个咱知道 中国的这些猪未必说味道不好 而且甚至于口感味道都很不错 而且育种什么的 但是他他妈有一个大问题 这些猪肉率低呀 对吧 那跟国外引进的主猪 完全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数量级 而且呢 国外生产一斤 一公斤猪肉呢 大概人民币八块钱到十二块钱 中国生产一斤猪肉呢 它的成本要十七块钱 一公斤啊 一公斤猪肉要十七块钱左右 高40%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猪 其实是种猪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每年进口几万头这个猪 您知道吧 这个是这个很大的数字 每年不是几万多 应该是几十万多吧 我忘了啊 具体数字 那饲料也是进口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而且中国这个人口数目 它也不可能在这个地域当中 你能够达成粮食安全 这个安全是只能告诉你 就是说你能吃 你能吃饱 甚至于可能都吃不饱 但是你能活着 这种安全中国有可能做到 但是你想要吃好吃到现在的水平 就别说那些肉了 你连油都吃不了 吃不起 因为我们的大豆 我们大豆是80%以上是进口的 八九十是进口的 你看那进口量那么大呀 然后呢 带有豆粕去养猪 这要不养这些牲畜嘛 对吧 你才能吃上饭 你才能有下饭的菜呀 是吧 您别以为说那个您这块水煮牛肉里那牛肉 那个对 水煮牛肉 牛肉有时候 有时候还没得越来越少了 听朋友说的啊 因为成本比较高了 所以说呢 那现在来讲 这个事情它就是因为这回疫情 它的封锁来物流不畅 然后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那个整体的价格呀 是高了 高很多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粮食作物 它主要的产区 包括像美国 他们也有 也本身啊 自己今年产的也不好 这产量有可能 产量也就会下降 因为有自然灾害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 你想啊 这个 它价格起来了吧 整体的全世界的这个粮食价格都在起来 为什么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打仗 这俩是主要粮食出口国 这俩个都是 那怎么办 那整个价格上去了 上去之后 你怎么才能够以这个价格去买下来 然后呢 还能够让大家吃得起 对吧 这都是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背后循环的 就跟油价涨了 所有东西都要涨 是一个道理 这粮食价格一涨之后 那所有东西也会在涨 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是因为这疫情 我们今年啊 你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就是主要的几个那个 就是猪三角长三角 这两个地方啊 整个的经济状况都不好 尤其是这个长三角这边 本来是主要的这个出口基地 对吧 你看这两天说了 这特斯拉又停厂了 他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产能 他也不是说自己会怎么样 他 因为汽车不是就他一个组装的地方这厂的 他用无数条的这个线 然后给他供货呀 其他供应链上什么出问题 就出问题了 整个那只能停厂 对吧 差他把一个部件 他也生产不出来呀 就这么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的外贸出口 不光是特斯拉不算外贸出口啊 但是说的也在家的里面 那这些整个的外贸出口出了问题了 那会导致于什么呢 会导致我们外汇储备的下降 这种外汇储备的下降呢 它本身就造成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购买能力 你就会 你就会 你就会很低啊 你就会降低了 这种东西 你买没钱啊 你拿人民币你去买 有几个接你人民币的 没戏啊 它只能你得用美元去买啊 你美元怎么来的 你美元是你做外贸来的呀 你做外贸 大量 最大的一个额度 就是你做外贸 然后外贸的这个盈余 然后我搁在这 这个是可以的 那你这些东西 像饲料什么的 你就是纯净口 对不对 那没办法 这只能说是没办法 所以呢 他们就大量的 现在这些饲养的企业 就去把这个青苗给弄下来 然后呢 整个全株 它叫 这整个植株啊 整个植株全部打碎了 然后做成青植资料 这是一个 这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而且农民呢 也愿意干这事 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真正产粮食 他不挣钱 而且还麻烦事特别多 您知道吧 他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成本呢 化肥啊 那个叫什么 这个打农药啊 这都是成本 那养到这么大 我不费劲了 直接收起来 我还省着去什么脱利啊 什么这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还省着处理解岗 我直接就卖了 而且价格还高 我看到的资料是说呢 像他们这种情况卖 大概是1500块钱一亩地 轻描就给卖了 那如果他要是说 整个的说呀 这个 整个的叫什么呢 整个的 所有的成本都刨出去 对吧 他那一亩地呢 产的粮食能卖1300 所以您想想看 1500和1300 您看这200块钱 没有多少对不对 但是呢 他实际上而言 他又减少了成本 又能够多卖钱 而且农民很苦的 200块钱 一亩地多挣200块钱 那几乎您上学时候学过 多收三五走那件事吧 那篇文章吧 对 那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就是那样 那真是很开心的事 所以呢 那他肯定就给卖了 而且这个东西你还 那政府你还没有办法去管 因为我这没有 我这我这卖了卖了青苗 这不是什么问题 原来也这么有这么卖 他只不过今年多了一些而已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 这个 这些这个青苗 就是粮食安全的 实际上而言 为什么说今年一开头 是吧 我们当今圣上 在农业部的会议上 就直接把这个粮食安全 又提出来了 就是这个原因 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安全 真的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只要你现在天天的跟 跟这块较劲 对吧 我们以我们圣上的这个 高瞻远瞩的这个 这个能力 对不对 他完全不可能说管你 老百姓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甭管你是 你是这个 你是外贸的企业 然后呢 还是你是农民 还是你是养殖户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 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政策 还有包括国际的这个大环境 整个恶化的这种状 这种后果 那这些后果呢 会终究会反馈到 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 以及我们生活当中 生活反馈的很容易 很快 我估计各位呢 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 粮油和那个肉类啊 这些东西的价格 开始往上涨 当然现在可能也是涨 可是呢 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滞后期 真正涨的时候 还到后边 真的 这个我不是说 让您囤货啊 这个囤也囤不了多少 对不对 您买一冰箱肉 您能吃几 能吃多少天啊 这也不是这个问题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其实对于现有的经济来讲 和无论是整体的大的经济 还是我们个人的 这种小的经济环境 都是算是雪上加烧的事 成本提高 这是一个 二一个呢 就是你包括生 包括生产成本提高 另外一个呢 我们生活成本也会提高 你想想看啊 如果涨价了 的话涨的就哪怕是不多 对不对 您哪怕涨的5% 对于很多人的生活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怎么说呢 能多挣点钱 多挣点钱 然后呢 能 哎 我也没办法 说实话 我也没办法 整个环境都这样 哪天 如果是一直让圣上就这么折腾下去啊 这个 让他这么天天的翻大饼啊 颠勺 颠大勺啊 反正这点家底吧 真的真的能让他再再能给折腾完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哎 没招了 走 这么着 谢谢各位